大家好 欢迎收看读高斯贝电视 我是许超 今天的话题是英镑美元和欧元美元的分析预测 10月初 英国发布废除条例草案 将废止1972年的欧盟通体法案 在英国正式退欧后 将所有该法案掌管的欧盟法律 转换为英国法律 英国首相May表示 此方案将确保英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并且在英国退欧问题的时间表上 提供透明度 将于明年3月触发里斯本条约50条 开启退欧程序 此消息公布之后 英镑美元跌至1985年来最低 就退欧立场 May一直持有强硬态度 将退欧就是退欧作为政治宣言 May表示 英国在退欧谈判中的重点 将放在移民和管制权上 这点的重要性高于能否进入欧洲单一市场 英国想获得欧洲单一市场地位 但不同意在欧盟内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 在法律和边境问题上 要求拥有绝对控制权 同时也不愿意向欧盟缴纳费用 这与欧盟的立场相矛盾 欧洲理事会主席称 在英国启动第50条前 将不会有磋商 即单一市场和四大自由 货物 服务 资本和人员流动 缺一不可 May对退欧的态度被称为硬脱欧 其意味着 英国将完全脱离欧盟和欧洲单一市场 按照WTO的原则与欧盟展开贸易 根据英国财政部预测 如果英国发生硬脱欧 英国财政部将每年损失660亿英镑税收 如若英国从欧洲单一市场转下WTO规则 英国GDP将损失9.5% 如果英国政府继续保持硬脱欧态度 一镑将会进一步贬值 不断创立实行地 欧洲央行在10月会议上 决定维持三大利率和购债规模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欧洲央行称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 利率将维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 如有必要 将延长资产购买至2017年3月之后 直至通货膨胀路径与目标相符之时 央行行长德拉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会议上并未讨论调整货币政策 没有讨论延长QE至明年3月之后 并未讨论削减QE规模 潜在通胀率尚未表现出上行趋势 预计经济将会以温和但稳定的速度复苏 欧元区经济在全球经济和政治 不确定性面前保持任性 此外 德拉基暗示 欧洲央行很可能不会在 尚未削减QE前 停止量化宽松项目 表明 央行的刺激政策 可能在明年3月到期之后继续下去 在央行行长发言时 欧元美元冲高后大幅回落 虽然德拉基此次发言中 并未透露明确的英歌派倾向 但政策声明显示 宽松货币政策将延续 然而 美联储正走向利率正常化 虽以缓慢的速度加息 但美联储委员在逐步偏向于鹰派 因此 欧洲央行与美联储货币政策 出现分歧的同时 美元将走强 欧元将会走弱 近期 美元指数创下8个月新高 欧元美元创7个月新低 接下来我们从技术面分析下 英镑美元和欧元美元的走势 自2015年以来 英镑美元形成长期下跌通道 目前通道的下沿在1.1800附近 英国推欧公投后 汇率形成下跌骑行 在10月初汇率向下突破骑行 延续下跌趋势 目前空投趋势保持完好 均线呈空投排列 日前MACD快线和慢线 徘徊于零轴下方 如果英国政府继续保持硬托欧态度 汇率将会跌破31年低点 1.1920 测试长期下跌通道下沿 但是 鉴于周线MACD出现抵背离 因此不排除震荡反弹的可能性 上方关注 23.60%回车率 1.2651主要阻力位 欧元美元自2015年以来 一直维持地位宽幅震荡 今年形成三角形震荡区域 近期 受到美联储年底加息预期升温 美元走强的影响 欧元美元在10月向下突破三角形 但受到3月低点的交强支撑 触底反弹 一度向上突破短期均线 目前 日前MACD红柱变大 因此不排除继续反弹的可能性 上方关注中长期均线主要阻力位 然而 如果欧洲央行继续宽松货币政策 而美联储加息预期继续上升 汇率将再次测试 3月低点1.0822和年内低点1.0710主要支撑位 好 感谢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许潮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